大家好,我是babybaby新人气蛋糕 这期我来看一下,燕鸭压很总动原地11块有多公司化吧 上期说到捷克赛前肯要被人吐槽抽不要脸 搞完生做软骨功整活,双方就这样准备出场了 11块标题现代技术,这期没用啊,我们抽个看吧 只见跨田陪搞完生走出经典的竞技场过道上 这两人以全首个陪原生分在这里出场 可还是1997、98年,燕鸭第一部最大淘汰赛时候啊 但是搞完生适合射穿打第二轮 跨田是射穿打杰克第三轮的时候陪射穿出场的 整整隔了27年时间了,你拉斯出生了吗? 跨田开口对搞完生说,让他好好看看外面 杰克拉头野兽就在拉,他根本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 跨田是在为搞担心啊 杰克这种暗张无耻开口就咬人简直不适合的野兽打法 尽管升华为盗了 当时可他打过了除了本部老师以外,每个人非常击费 搞完生也难逃一劫了吧 而甚至这点的搞完生自信的抬头 回答说这很好 他也不在乎杰克会说什么 我会赢的,因为我比杰克更强 即使我们所用的是类似的技术 我擦,搞完生你这么自我感觉良好的吗? 上一个说出这种自信满满很快的人 可以已经扑接下线人为二手垫脚石了呀 接着搞完生却补充说道 但是啊,杰克他比我好斗很多 为了赢他会不择手段,就像大熊一样 他为了赢什么都愿意做 甚至入局也在所不惜 强来自己一波后反来一下对手 这非算是中科了吧 搞完生按手挺松的走入竞技场内 观众马上齐声宽阔 而主持人开始水台池大喊搞完生来了 观众都露出嗜血表情期待血流成卡 搞完生自身是传统流派 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和杰克一样是现代 他的手指已经放松了,做出开挖开戒准备动作了 他的斩肌拳拥有现代技术得以强跨 主持人说的说着 反正是十分配合的慢慢抬起欲竹 大腿贴胸,小腿与地保持垂直后 再次狂慢的抬起脚尖 哇,居然做出了双腿完全成一线的站立速杀动作了 这无辅助的艾滋劈腿动作 比拉剑还要手掰直的两门程度高太多太多了 这不是永三当年踢爆史特来头盔的扯轻胜踢腿动作吗 而且还是难度极高静态版啦 永三向心全是吧 当年永三里操我搞安生的正直跳马赛跳出场 现在我就操盔里的爱是踢腿呗 扯平了 而主持人看到这个动作又在大喊哇哇哇 这才艺表演太真奇了 这出掌性这柔韧度简直就是体操运动员 这不仅是传统的独角力 而是融入了现代动作在里头的呀 三位长驻飞人用四只眼睛看了折磨 就只有穿眼见圈的克思有点吃剑 独步这次白肋脏看不清了吗 这穿里该无归是犯困了吧 哇哈哈 你看 杰克出来了 现代训练之王科技要玩出来了 观众也只有他的手臂那么大 他竟然打了什么咚咚才能练成这么大了呀 观众看到本片主角出场更是热烈宽呼啦 之后就是半圆经典的一大一小战位构头 不过这次没用跨叶来水叶树算是收敛啦 但是动作还是技术感满满啦 主持人又大喊 这两头野兽终于对上啦 第二块就说要开打 咕咕等了四个月水了八块才上场 真的急死我啦 这场是现代技术 为现代武术较量啦 杰克甚至没有转头去正式搞安生 本片拦阻了不起是吗 他该无愧是觉得和搞安生打 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吧 小生叫双方走过来中间 而颜值没有那么肥的扔压 还有一脸生气气的夸张都认真看着肠累 哇 并排了并排了 177CM84kg的搞安生 可二次三CM211kg的杰克相比 简直就是大小联盟之差 搞安生比之前中了3kg 但是杰克里胃壳缩水了呀 第一块里明明对上178CM的左部金一郎 他的头部也只到离狗部位置啦 杰克这小腿大腿明显断了椅子 你该会是做了骨缩短手术节制了吧 这么犯水了吗 是谁在虚报身高啊 太卑鄙啦 而主持人又在整国大喊 服事啊 赤罗勒服事啊 搞毛绳在杰克的剧区面前 简直毛都不是 不低头都看不到啊 双方海拔差太多啦 搞弟弟身长手电起脚都摸不到杰克的头顶吧 而杰克居然双手撑着大腿后 主动弯下腰来降低高度 而搞安生平时啦 主持人又奔不住大挖一身 杰克虽然弯下腰来 但是头部海拔还是比搞安生高啊 则是杰克胜利宣言吧 他是在炫耀自己身高绝对优越感 这种对峙方式真的太瞧不起人啦 这种体位满满就是当年勇士安撬腾台股 俯瞰规定柳龙观的气势感 有其腹必有其子真的太谢啦 而小生双手可掌 这次居然不练拉固定台词啦 对两人说你们都知道规矩的 不需要再告诉你们 各就各位 什么懒狗啊 扣公子 双方各自回到两边后 本镜突然拉长 感恩生开始弹跳步热身起来 杰克做出当年爆打牛头人的同款手法拖曳 这动作是不是在暗示结果扮演 感恩生该会比小阿里的下场更惨吧 承多几块不要被秒啊感恩生 新出场的眼镜小生拿起棒棒就想起开始鼓声 一夜就这样没了 哇 观众又在大喊大叫 哪里 时间感恩生随着鼓声一响就脱力前冲冲向杰克啦 这么猴急要打先手的嘛 而杰克这次才转过头来一看 跳起来啦 感恩生全缩身体折腿待发伸出双爪就跳向杰克 杰克这次还没转过身来这算是偷袭嘛 时间感恩生手指脚趾都亮晶晶的 发出悠悠冷刃一般的锋利质感 来了 斩机全发动啦 感恩生手脚并用的斩出四处触发斩戒 密集连攻杰克的头部上升一瞬间又打中七处地方 但杰克即使抬起双臂保固头部胸腹等等要坏部位 感恩生这跃起动作这弹跳力这自控能力 简直就是复刻天类优的空中杀法 烈海湾也用过这招的 人在面对头顶上其来的攻击就只能去防御 是不能去反击的 感恩生是想用跳剂来弥补和杰克之间的身高劣势嘛 这就是他席练体操动作理由嘛 只见一堆雪花随时撒落 天呐 破防了破防了 已经进行防御杰克手臂斜方机肩膀都被切破出血 绝夸飞剑被狗安生切到遍体鳞上 杰克居然首先识别了嘛 惨不忍得 考虑有斩机全个杰克里的咬到一样是无法防御的 一旦接触命中必然造成生死伤害 散出血巴腑啦 不过问题应该不大 当年二国老也用类似死关节剂切破过杰克手臂 先供应让杰克先识别的 这种小伤无关重要的吧 该吊打还是亏吊打的 而与这两人都交过索色川 看了杰克这场样就欧嘴感叹 要打倒塞伯杰克 需要的远不止这些 还需要更多时间啦 色川真是看好谁呀 本话结束 下周不休看 大概